火爆全网的芹菜水 每天一杯 这样子比饮料还要好喝 不加糖也不加东西 清甜可口 大家好 我是兔棍 先准备一把芹菜 芹菜西芹精可以 把叶子给拿掉 芹菜直接用来打汁 一定要清洗干净 可以用这种果蔬的清洗机 或者是用小手打 加清水浸泡个十几分钟 一定要把芹菜表面给它清洗干净 多冲洗两遍 再把多余的水分给去掉 这就可以更方便得到干净的芹菜水 怎么来炸呢 可以用榨汁机或者原汁机 我是比较推荐原汁机的 因为原汁机它不用加水 直接把这种清洗干净的细芹 放入进行慢炸出汁 如果是用榨汁机 破壁机 你还得把细芹给切成小块 再用纱布过滤细芹 比较麻烦 那么原汁机通过这种慢炸出汁 汁渣自动分离 榨出的这种芹菜渣子比较干 吸芹水呢 一点也不浪费 大概的话一斤 芹菜可以榨出300到400毫升的那种芹菜原汁 出汁率比较高 口感也比较细烈 静止一会儿也不会分成 倒入杯中可以直接喝 如果你接受不了芹菜啊 这种独特的味道 可以像我一样啊 100毫升的芹菜啊 可以加上一根黄瓜一起打汁 再洗一个干净的苹果 用上大概1%或者100克 口感啊 就非常的可口 尤其是加入那种黄瓜和苹果的这种芹菜啊 味道就更容易接受啊 跟饮料一样 清甜 不加水也不加糖 如果说你当天没有户外活动的话 你可以放在早餐上喝 也可以放在晚餐前喝 原汁机呢 这个榨汁的部分呢 都可以拆卸下来 把这种拆卸之后呢 它食材炸 就很容易冲洗干净了 过滤网啊 用自带的清洁刷 刷一刷 也很干净啊 OK 看到没有 这个杂子啊 还不少了 好 这么一杯甘甜可口的芹菜汁就完了 我们开喝啊 啊 可口 我加了点叶子 就是有点苦 好了 今天的分享也到这里结束了啊 最后呢 还是要做个好物分享 就是这个原汁机啊 那么这个原汁机呢 它有这个直炸分离的一个出口 带一个开关 还带一个反转 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 有信息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下方的一个链接啊 可以购买 它的价格呢也不贵 299 那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面料 可能啊 对你有所帮助 嗯 不过对你啊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你自己做到两个链接的 我们算是购乱呢 那是没有什么 我底下 你已经没做到两个链接的 好好